笨贼躲菜堆 被逮全身清菜味 基隆警方昨天清晨4点多 巡逻时发现一家超市警报器狂响 经通知店主后一同入内查看 虽未发现异常 但因铁门遭破坏 警方研判应该有人潜入 仔细巡视后 终于在菜堆杂货下 发现头戴安全帽的笨贼 这名犹新男子有多项毒品及窃盗前科 他向警方坦诚 从超市后门侵入 正准备窃取香烟及饮品时 警报器狂响 他吓得躲在菜堆下 希望警方及屋主巡视完必离去 没想到警方竟找到他 弄得他全身上下都是浓浓的青菜味 全案训后依窃到罪移送法办 东新闻综合报道